同样是跟台湾历史有关的新闻 台北大道成在1930年代 是台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场域 文史专家庄永明就是大道成人 他从高中开始收集日志时期的史料 发表了50多本台湾历史专书 他的老家庄协发商店 是台北市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干妈店 小说他的邻居就是写出 民谣望春风的作词人李林秋 已经70岁的庄永明将他从小在大道成生活的故事 包括5岁的时候的228事件 国民政府签台等等 都用文字记录下来留住那些年珍贵的历史记忆 一张张明信片旧唱盘和老东西 摆满者面墙 古仆的三角窗店面是1929年开始经营的 庄协发干妈店 被指定为市定古迹 也是台湾庶名史专家庄永明的老家 店内外承载了大道成百姓记忆 人生该做的事或不该做的事 真的是有时候很难去做局责 那我既然觉得说用笔写一些东西 用脚带一些很多朋友走一些古迹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承担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已高龄73岁的庄永明 从高中开始收集台湾文史资料 出版超过50本的台湾历史专书 被称作是台湾通 并在大道成八芝兰和大龙洞等台北老街做文史导览 那在三年前就在这个七楼下 我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人生就要活该如此 那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感触 我就一直说 那我将来的说明就改做这几个字 不过当初我这个佛是用斗点的 用斗点 但是后来在教稿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说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惊奇 所以我就改做惊叹号 新书集结40年来的老街踏查 庄永明将这段新路历程写下来 也把大道成邻居们的故事留下来 一个有天使的人 他当然要有地理 那我的地理说 我就是大小孩的小孩 大小孩的故事还特别多 那还有一点就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人和 那我很幸运的 等于在家的老前辈 大家都对我很疼痛 其实他们都把我当作忘音之交 我坦白讲 很多人都没有去见过这些作者 只有我比较幸运的 我几乎都见过 除了邓永贤以外 因为邓永贤是1940年就过世 庄永明和望春风作词人 李林秋是后醋逼 李林秋过世后 庄永明开始研究台湾歌谣 经常从史料中推翻历史公案 例如这一首歌 常年来大家以为 此起都是李老师做的 母学生做的 但是他有一段秘心 那一直到后来 我们找到了这个史料 就是找到了当今的节目的 那个节目表 我们才知道有陈大鱼这个人 原本一首希望本省人和外省人 和好的歌曲 因作词人陈大鱼 涉及国民政府时期 最早的学生抗议行动 四六事件 在戒严时期 创作身份被刻意掩盖 透过我自己的收藏 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一首资料 像这一部书上 我都用了好几张 像有一个很多人抬轿子 走过迪化街的 这个就是当年叫做南街 这个就是民主民间的一个明信片 庄永明出书回忆老故事 也用许多第一手史料 为台湾历史留下宝贵记录